嗨,你好吗? 欢迎你来到安娜 我是安娜 好久没有录音 这段时间呢 其实也有想要录音 但好像还没有整理好心情吗? 所以就一直没有启动麦克风 简而言之呢 近期呢我经历了一次的低潮期 那不用担心 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那经历了这段低潮期呢 我有一些感想 所以想要来把这段经历 稍微记录下来 那这些呢都是我个人的经历 完全不需要 你不需要觉得说 好像你需要做一些什么 或者是也要做类似的 练习或学习 但就是当作我再讲一个故事 用轻松的心情来听这一集就好了 那说是这样说啦 就是实际上我觉得应该会有点困难 因为这一集我想要来聊的是恐惧 好那说恐惧呢 也许你会觉得说 这个字有点太大了 或许我们可以理解它 作为是一种害怕的感觉 或者是当你觉得你要奋起 或者战的时候 你去追求 你去用个人的意志 去强行的控制一些东西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跟你的恐惧是有关的 那怎么说呢 就慢慢听我说下去咯 那请准备好你喜欢的饮料 我现在桌上有一杯拿铁 就一边录 然后我今天的速度 我觉得应该会蛮缓慢的 如果你需要调快 这个速度的话 也可以自行调整 好那首先先来讲到刚才提到的说 战跟逃 其实跟我们的害怕跟恐惧 是有关系的 那你可能又会觉得说 乔安娜你怎么那么喜欢 把这些观念都混在一起讲呢 就是它每一个都是不同的定义啊 那你怎么能说战逃 然后跟恐惧是有关的呢 那这边我想要先请大家 想象一下一个场景 那想象一下 如果你的内在呢 就试想你现在的内在 完全没有任何的控制 没有任何的控制活动 也没有任何的控制欲望 也没有任何控制的念头 就是在最浅显的层次上面 或者是自身经验 最深层最里面的层次都没有控制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 想象一下 你整个人的存在的控制欲望 彻底不存在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的MBTI类型是INFJ 那最后一个J呢 judging这个功能呢 就是会试图的去控制 或是想要先计划好事情 那计划其实也是一种控制 那对我来说 不控制是非常困难的 那如果你是这个MBTI 最后一个是J的话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有 不断地试图在控制你的环境啊 你的schedule 你的工作 甚至你周边的亲人 你会很想要 让他们来到一个很平衡 或者是说很整齐的模样 你的居家环境啊等等的 那除了这个呢 除了这个层次的控制呢 其实还有 像是我刚才提到的站 就是当你在 用你的个人意志 不断地在推动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想要达成的目标 或者是呢 你觉得对某个人很生气 内在有一种愤怒或暴怒 然后但是你 你可能会直接发泄出来 或者是你会用转换成其他 比较善巧的模式去控制对方 那其实这个站呢 它也是一种控制 那还有呢 在比较 比较 我们平常 不会太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 闲不下来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你现在完全没有事情做 然后没有代办事项 然后你就会 忍不住地打开Netflix 看 找剧看啊 或是找家事做啊 或者是找烦恼来想啊 找书来看啊 你完全没有办法 什么都不做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控制 因为我们在闲下来时的时候呢 其实会蛮容易 感觉到内在的空虚或匮乏 或者恐惧 或者是内在的一些东西 会浮出来 那我们有时候不想要 去面对那个浮出来的东西 我们就会用各种的事情来 塞满 让自己不会去面对 不用去面对那些深层的东西 好 我现在这样讲呢 可能有点抽象 那来聊我自己的故事好了 说来话长 但就 我就简单的说好了 就是在大约是中秋节的 前一个月嘛 或者是大约啦 就在那个时候 一些生活的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呢 我内在的一些转变 我就感受到了一股 内在深层的恐惧 那种恐惧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因为我从小就 很常感受到这种恐惧 它的表现形式呢 就是会在 比如说我一天刚起床的时候 就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 觉得好像 有坏事即将要发生 一种大难要临头的感觉 说不上来的一种心慌跟焦虑 会在起床的时候就 就有这种感觉 那在中秋节的前一个月呢 左右的时间 我开始有 这个感觉浮现了 那对我来说呢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以为 觉醒的人可以 不用再感受到这种恐惧了 那的确在 我刚觉醒的那一段时间 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有这种感觉 我以为 我已经跨越它了 那没想到它还是出现了 既然它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我觉得我好像 可以某种程度 可以试着管理它吗 或者是像刚才讲的 就是逃避它 解决它 试图用各种方法来解决 这些冒出来的恐惧 那这个恐惧呢 会很像是一个一个的念头 就是一个一个的念头 会想说 某某事如果 发生了最糟的状况 会是怎么样 就是会把事情 想往最糟的那个样子 然后会开始很担心 或者是会很 有一种欲望 觉得说 我好像要做些什么 来让这个烦恼 解决这个烦恼 排除这件事情 那这样子做了几次之后呢 我突然发现说 好像这个是没完没了的 就是当我解决了一个烦恼 当我处理了一件事 就会有别的烦恼冒出来 就会有另外一个 我害怕的事情 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然后我就很忙 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 没完没了 然后感觉很差 那渐渐的呢 这些不理性 我要说不理性吗 这些一个一个的恐惧的念头呢 它突然爆发了吗 一种情绪的风暴来袭的感觉 就是像是恐惧它成为了一个台风 或者是一个海上的风暴 然后我就被这个 这个很很巨大的这个恐惧 有点像是被它冲来冲去嘛 所以我在放格子的文章中 我就戏称说 我是在被恐惧浪冲 就是一般是冲浪 但是当你的技巧 或者是你的状态不好的时候 你就是去被浪冲而已 那我面对恐惧的典型的反应呢 就是逃避 我很会逃避 逃到我那一阵子就花了很多时间在追剧 就是我在追Dexter 就是我很久以前看过的一出剧 那我就是几乎就是又在那段时间密集的追剧 然后好像就是它会帮我转移这个对于恐惧的这个焦点 它麻痹了 麻痹了我的神经 让我可以 好像可以 撑过那些时间吗 那我有一种感觉 好像我的 我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就是没有办法 放松的吃饭啊 然后甚至连 我买的一些包裹 一些我很喜欢的东西 像是香氛蜡烛啊 这些东西 我就是到货之后 我就堆在那里 然后完全没有打开的动力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是那种就是 拿到了新东西会马上使用的人 我会马上打开来用 那所以那段时间呢 我的生活呢 好像就进入了一个停摆 好像没有动力 我僵住了 我僵住在这个恐惧之中 没有动力去行动 前进 那当然啦 我的头脑就会不断的在思考说 这些恐惧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为什么这么的巨大 为什么如此的汹涌 某种程度呢 我觉得它很像是 很像是业力爆发 这种感觉是一种内在的直觉 它不是任何 没有任何理由 因为它就是来得这么突然 又这么大 然后很像是在 前一阵子觉醒之后的那个 很平静之后 那时候是很平静 然后没有恐惧 然后一切都没问题 然后也没有什么烦恼 然后什么小事都可以很开心 从那个状态呢 慢慢的或是突然的就进入了这个 恐惧的状态 它很像是人生就是会有的起跟腹嘛 就是我终于觉得自己好像 感觉很好之后呢 势必就是会进入感觉不好嘛 我们理性的来说呢 人是很难一直维持在一个 就是天然high的状态 就是会有ups and down 但是呢 那时候我 我还没有这个 我没有办法拉开距离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一切就感觉好像是很personal的 好等一下我把line关掉 那种感觉呢 很像是一种 已经到一种生存恐惧 那种生存恐惧呢 就是 我有一种好像要死掉的感觉 一种要世界末日的感觉 那这里不是预言 也不是在讲现实的状况 而是我内在的感受是 很像是 我要死掉了 我真的只能这么讲 就是 一种很深的 一种生存的恐惧 很不理性的 没有任何理由的 就是觉得 我要死了 那 将来很奇怪 其实 说起来 好像一副我很怕死的感觉 但是 我没有觉得自己那么怕死 那这个恐惧到底 是什么呢 我就在这个状态中 度过了两个礼拜 或更久的时间 可能一个月 然后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丢了 好好呼吸 这个IG的园丁 那 之前我有 聊过这一位园丁 那我这边就不多说 就是我就问他说 这个 现在这个状况 我应该要 怎么办 他 就是问他说 那他有没有遇过 这样的经验 园丁呢 看了我的讯息之后呢 只按了一个爱心 然后他什么都没有说 那 其实我知道 我隐隐约约知道 他的用意 我觉得他是要让我去 面对这个恐惧 被恐惧浪冲 这件事情 甚至我好像也有 感觉到 自己依稀感觉到 这是一个 很关键的时间点吗 或者是 很关键的事件 就是我的功课来了 可以这么讲 好 那其实呢 我不是很相信 个人的立场 不是那么相信说 一个人有什么功课要做 而是呢 我觉得是 这功课是我自己 我自己给自己找的嘛 简而言之就是 我之前 对一个问题 非常的好奇 然后一直在 头脑中想来想去 都想不清楚 然后 然后这个 这整件事情就发生了 然后在这 这件事情中 我仿佛就 感受到了 那个问题的答案 那可以说是 我问了一个问题 然后宇宙 他就让我 亲身去体验吗 好 那回到我的故事 就是我那时候 到后来 我已经 不想再逃了 就是 我不想再逃到居中 去麻痹自己 然后我也 不想要再 僵在原地 什么都 就是动弹不得的感觉 我觉得我已经 好像已经 到了一个 山穷水尽的状态 就是 我意识到说 我可以 逃避 我也可以 僵在这里 但是 我的生命 时间 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 时间就是 不断地流逝 然后我只是 在不断地 错过我的生命而已 然后我意识到说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因为这些恐惧 而错过我的生命 那 同时呢 我也意识到说 既然我还活着 我就是还没有死掉嘛 既然我 没有死掉 那我就 好好的活着 我能做的就是 好好的活在 每一个当下 那个感受是 非常的深刻的 就是跟 那些什么 我们常常在听到的 活在当下的 那种层次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像是 很像是 就是 你被宣告了绝症之后 然后 但是你觉得说 死都是会来的 但既然死都还没有来 那我就是 我就是不愿意 让我现在 有的 当下这一刻 被那个恐惧 吞噬 在 我有那个感受之后呢 当天 我就带着鸡蛋 我的狗狗 去 合体散步 然后我感受到 那个 温暖的风 还有 那个 轻轻的 阳光的 温度 撒在我的身上 我真的觉得 那是 活着的 甜美 就在 那个 每个 呼吸之中 活着真好 那 很巧的是呢 当天晚上 园丁就 回我讯息了 那 我跟他聊了 很久 他也跟我 分享了一些 他的故事 但 他的故事 我就不在这里提 我就提 继续讲我 呃 的发现 好了 我的 要说发现吗 呵呵 好 那 我其实就发现说 我并不是那么了解 这个恐惧 就是 我们都以为我们很了解 某个情绪 但是 其实 呃 在这一次的事件 之前呢 我一直都 不是那么了解 恐惧 那 这次事件的 过程 跟之后 应该算是 比较 后来 我 终于 呃 活过来之后 我才 认真的 认真的去感受 说 他的本质 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有这么深的恐惧 那 那 其实 不是只有我而已 或许 每一个人都有 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我意识到说 这些恐惧 就是这些害怕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一个的念头 一件一件的事情 就是 无法解决 或可以解决 令我烦恼的事情 他们其实 的本质 都是相同的 我意识到 那个在内在 的感觉 是很相似的 那 我后来就看到 呃 禅师 一个 呃 学圣书院 如果呃 学圣书院 在YouTube上面的一个频道 里面的禅师 他讲说 小我本身就是恐惧 只要 小我还活在二元幻象中 就不可能摆脱恐惧 那我才 呃 有点像是恍然大悟吗 我突然意识到说 哦 原来就是 因为这个小我 他很想要 保护自己 所以他对任何事情呢 都有一个评断 就是这是好事 这是坏事 这是 烦恼的事 这是需要解决的事情 这是一件坏事 等等 就是 当小我 当头脑 有所评判的时候呢 他就有所得 有所失了 他会觉得说 哦 我有一个 要去努力的目标了 我要去解决他 那 当我觉得 我好像力量不足 我可能无法解决他的时候 那是不是就会害怕了 就会害怕说 哦 事情如果 不如我所愿的话 要怎么办 如果这件事情 变得很糟的话 我要怎么办 如果我会死掉的话 怎么办 就是那个小我 他会变得非常的活跃 然后很吵闹 就是会让 让我甚至有一种 就是怀疑说 我是不是要什么 恐慌症发作的感觉 他是不理性 而且 无法控制的 我无法控制的一个状态 那这边呢 我想要聊一下 就是Adia Shanti 我很喜欢的一位 禅师 他在空性之物里面 有一个章节 叫控制 那他没有一个章节 叫恐惧 就是我在找的时候 没有找到这个章节 但是我觉得 我看到那个 控制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就大概知道 我就知道说 这个章节 应该是在聊恐惧 那他在书里面讲说 他说 人类呢 会把自己体验成一个分离的我 这个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想要控制的欲望跟意志 当我们想要控制跟 想要实行自己的意志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把自己 跟这个世界分离开来了 那当我们觉得 我们好像没有控制权 但是我又不想要放置 这个控制权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开始害怕 就会开始恐惧 那另外一位就是 Krishnamurti 关于《活着这件事》的书中呢 他在《恐惧的章节》里面 有聊到说 有一个女生 然后来到她的面前 然后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后这个女生呢 她很不喜欢 一团混乱的状态 所以她很很 很长 就是她的习性 就是不断地在 分析自己的思想跟感觉 然后很抗拒这个混乱 那Krishnamurti 她问她说 如果你真的不害怕的话 怎么会抗拒混乱呢 只有当我们不知道 如何面对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产生抗拒 就说如果你很清楚 一个电脑的运作方式 你就会知道 怎么使用它 你不会受它控制 然后出了什么问题 你就会有办法去修理它 我们先假设一下 就是如果你 很清楚一个机器的 运作状态的话 你是不会抗拒它的 你不会抗拒它的 运作方式 你也不会抗拒它 当它需要被调整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再抗拒一件事情呢 通常是我们不了解那个事情 我们不了解混乱 然后也不了解邪恶 或者是不幸 所以我们呢 就会去害怕跟抗拒它 Krishnamurti他说 我们害怕的呢 不是已知就是未知 不然就是已经做过 或者还没做的事情 我们害怕的呢 不是过去就是未来 他说自己的真相呢 跟自己渴望成为的状态 之间的关系 就是恐惧的原因 好 这里就是翻成白话就说 现在的我跟我 希望自己成为的我 这个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就会造成我们的恐惧 如果我们觉得这世界呢 是赏罚原则的 那我们就会恐惧 那我们也会因为一些责任感 或者是想要摆脱责任感 而有恐惧 那我们觉得苦跟乐呢 的对比呢 其实也会造成恐惧 那在这个我们想要成为 我们想要成为一个 更好的自己的时候呢 或者是想要变得健康 想要改变现在的状态 在这个成为的过程中呢 头脑就会制造恐惧 那比如说 当我们想要变得善良的时候 我们就会害怕邪恶 当我们想要变得完整的时候 我们就会害怕孤独 我们想要变得伟大 就会害怕渺小 那已知呢 就会让我们对于未知恐惧 努力想要成为什么 就会产生恐惧 那这样讲起来 我们是不是 其实每个人 在从小到大 都是生存在恐惧之中呢 害怕自己不够好 害怕自己不善良 害怕自己不够聪明 不够独立 不够伟大 不够成功 阿迪阿相云提他说呢 他在书中写说 我在谈论控制的时候 我说的是每一件事情 几乎就是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试图在中间控制 我们很常在试图改变 自己当下的体验 那我觉得书中呢 又讲到一个 还蛮好的指标 就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还蛮像 当头棒喝的嘛 阿迪阿相云提他说呢 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 那些已经解脱 还有自由的人呢 已经完全而且彻底的放下了控制 这是真的 因为如果你放下控制呢 那你不得不解脱和自由 就像是从一栋大楼上面往下跳 你不得不往下坠落 地心引力一定会把你拉向那个方向 如果你彻底的放下控制呢 结果就是完全的了无自信 好 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呢 内心深深的共鸣 我们总以为说 我们要去了无自信 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需要跨越很多的障碍 但其实 事情是颠倒过来的 就是真相 它是跟我们的认知 是颠倒的 事实上就是 没有什么障碍 可言 自信呢 其实离我们的心 离我们 比其他的东西 一切的东西都还要更靠近 那 自信呢 它也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拉力 它其实就是不断地在把我们 拉向它 那这个 这个力量大到 我们是不可能抗拒的 就是我们再如何抗拒 都只是 时间的问题而已 我们都还是会回到它 好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 那安娜 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了无自信呢 那就是 我们可能用 各种东西在防止自己 进入它 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可能是不想醒来的 因为我们不想要放弃所有的东西 我们不想要失去自己 我们不想要放下控制 我们不想要交出这个决定权 或者是自主权 某种程度来说 我们其实根本不想要臣服 那我也意识到说 其实没有什么我能做的 在这次恐惧的风暴中 我意识到 我只能信任跟臣服而已 没有什么我能做的 没有什么我能做的 我在 是摆脱控制意识 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完全是没有控制的时候 最有可能发生的是 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去 那其实就某种意识而言 你是在死去 因为拥有一个突然无关控制的人生 就是一种死亡 我觉得我好像来到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真相 那就是 我别无选择 只能臣服而已 好 那这里我想要分享一个轻松的小故事 希望没有让大家觉得太沉重 那 在Adia Shanti的书里面呢 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他说呢 有一个母亲呢 在早上敲他儿子的房门说 Johnny你该醒了 上课时间到了 Johnny说 我不想醒来 他妈妈说 Johnny你一定要赶快醒来 那 你必须下床 然后去学校 那Johnny说 我不想下床 我不想去学校 那这个妈妈呢 就说 我给你三个理由 告诉你为什么要去学校 第一呢 现在是上学时间了 第二呢 有一整个学校的学生都依赖你 第三呢 你已经四十岁了 而且还是学校校长 我知道大家都常常听到这个故事 我们都常常听到这个故事 但是 我们没有意识到 这个好像是相当的 跟觉醒有关的故事 好 Adia Shanti他说呢 这个情况呢 跟许多拥有深刻觉醒的人 十分类似 那就是好像呢 闹钟已经关掉 然后你也醒来了 你不再做梦 你已经停止 不断塑造出虚幻的自我 而且呢 知道自己在 究竟上是 纯粹的灵性 你已经体验过它 你就像那位校长呢 上课时间 还赖在床上 不肯下床 你醒了 但是你尚未完全同意 要保持清醒 你尚未放弃你的控制 你想要赖在床上 但是有那么多事 在呼唤你出门 生命在呼唤你出门 而你拥有的最后一丁点控制呢 在嚷嚷着 不要 外面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自己 想不想跨出那道门 这外面是一个全新的生活 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 我已经醒了 但是我不确定 是不是真的想要完全醒来 我想我可以醒着 但是继续留在床上 很有趣的故事 那我觉得 他说的这个故事呢 对某种程度来说 很像是我这段时间的感受 那我回到我 之前提到的 就是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呢 我内在有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练习奇迹课程的时候呢 对于书中说的 书中反复的说 不要认同身体 我有打一个问号 因为我的感受是 如果说身体也是属于一 属于道德一部分的话 那我可以理解是 不要认同容易胡思乱想 跟自作主张的头脑 那为什么连身体都不能认同呢 我们常常会说 就是身体要照顾好 才能修行 才方便修行 就是当你在病痛之中 你是很难修行的 那我就在心里想说 那他说不要认同身体 是不是属于一种二分法呢 也就是把灵魂跟肉体分开 那好像我们要认同的是 灵魂而非肉体 那在这一次的恐惧巨浪中呢 我就慢慢地体会一些事情 重点呢 不在于要不要认同身体 重点在于真实 这个真实呢 你也可以把它替换成 道或者是神 或者是自信 或者是义 重点在于那边 就是如果是你能调平在 真实上面呢 其他的一切都会 回到了 他该去的位置 那就像是 你要提肉粽的时候 如果你抓到这个神结的源头 你就可以一次把 整串的肉粽提起来 之前的聊天呢 也讲到说 恐惧呢 跟小我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 只要有小我就会有恐惧 那我在说的呢 也不是要 我们不是要消灭小我 我们并不是要不去认同 这个小我 因为那是没有用的 重点就是 如果你能回到你的心 回到自信 回到真实 你回到那个 我们本来的面目的时候呢 那其他的就不会影响你了 或者说影响力不会那么大 那感觉就像是说 如果你要改一个坏习惯 叫自己不要去做某件事情 是行不通的 重点在于你有没有更想要别的东西 当设定好了优先顺序之后 你就能去自主的选择 你真正内心想望的 阿迪亚雅提他说呢 在自信之中呢 你没有控制 也不会有什么恐惧 但是反之如果当你感到控制 或者是恐惧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sign 一个征兆 代表你不在自信之中 那我十分同意他说的这句话 他也说 控制的欲望呢 终究是我们不想完全醒来的意愿 好 白话就是呢 只要我们还要想要控制些什么呢 就代表我们其实 也不想要醒过来 不想要觉醒 书中写说 在你的生命中 是否曾在任何事情上面 有借口耗尽的经验呢 当你的借口用完了 你突然被逼入了绝境 在那一刻 你可以感觉到自己内在需要一种 根本上的改变 那就是为何每一个人的生命 事实上如其所适的 如果他们不再寻求逃避的话 其实都是一级灵性开展的完美途径 无论你身在何处 遭逢什么样的处境 你依然有同样的那一个基本的问题 你在做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要紧的是你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以看很多很多的剧 可以让自己很忙很忙 我们可以耗尽所有自己人生的时间 不断地让自己 很盲目地在忙碌 可是我们终究 如果我们对自己够诚实的话 我们会忍不住问 我是谁 我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再逃避 不再站或逃的时候 当我们放下控制的时候 其实道或神 他就在另外一头等着我们 我们要做的 也只是走向那个边边而已 让道 他来接住我们 那这一集呢 我就聊到这里咯 如果你对这一集 有任何想法的话 欢迎留言给我 祝福你平安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